大家好,我是杨风,欢迎收看美股报信第一次的播出 今天是2018年9月12日星期三 首先来看看今天市场上重要新闻 苹果发布新机种有Apple Watch Series 4,iPhone SX,还有RXR 这星期一就是前天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说 苹果的股票应该是卖还是留着 我这么跟他讲,在上星期五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苹果股票都出清了 这朋友很好奇的接着问说 您卖它是因为说中美贸易战的阴霾吗 还是说因为它星期三要出新机种 我就这样跟他说 由于苹果新的机种已经出了好多代了 所以后面的机种很难会激励市场 很难让消费者觉得说感动 有新的功能让他觉得很新奇 因此呢,我不赌这个机会 我就把它都卖掉了 其实苹果的股价 它在上星期的时候 就因为在本星期三 也就是今天 因为新机怎么发布 市场上有个期待 所以它在上星期的时候就涨了好几块钱 最高涨到225到226元左右 只是很不幸的 在上星期五股市收盘前的30分钟 苹果的股价就突然之间一路下跌 从一直跌到220块左右 我是因为由于它跌是太快了 所以我大约是在223块左右的时候 把它全部都卖掉 那在这里我想这个跟各位观众朋友 稍微这个宣誓一下 我在这个节目所讲的任何股票的进出 我个人的对股票的买卖都只是做个参考 绝对不是把它拿来当做给各位观众朋友的一个建议 绝对不是 只是说利用这一些我自己个人的操作 来让大家来做个参考 比较来看看所谓一些在股票市场上的一些思维模式 还有操作的方法 另外一个重要消息就是 美国主动邀请中方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这个是由美国财政部长邀请中方派出部长级的代表 跟上次比起来这个层级就拉高了 所以看来美国是有一点要认真谈判的味道 这也可见因为美国的压力 由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所属的共和党 他们压力开始越来越大了 因为在11月6号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日 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些成绩来 如果这个谈判谈得好 他们美国在中方如果能够取得中方一些让步的这个 这个结果之下 有可能会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选举有所帮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所谓美国最著名的几只股票 我个人给它称为放马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好记 就是F-A-N-G-M-A Facebook Apple Netflix Google 还有Microsoft 跟Amazon 刚刚Apple的股价走势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先来看看Amazon Amazon今天的股价是收在1990元 其实Amazon这个在上星期它的股价就有一波的声势 因为市场上对它有个憧憬 大家吵着让Amazon能够达到万亿美元的市值 这是一波小高潮 那我个人呢 也反正大家都要凑要有这个热闹 有这个高潮 那我就凑这个热闹 就加了马 只不过在上星期 5的时候也卖出了 把大部分都清除了 再过来 是看看Microsoft Microsoft这里几天也长得不错 其实Microsoft从上一次的季度报告 它的Cloud 就是Cloud的销售 云销售 跟Amazon不相上下 再加上它其他的基本面 比如说像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Back Office 还有它Xbox 都销售都一直保持稳定的销售 因此呢 Microsoft行情其实也是看好 我们再来看看Facebook Facebook它在上一次8月 在7月底的出报告的时候 由于这个Facebook的新用户的增长不如预期 所以股票大跌 从210块左右一直跌到170多 中间又跟着市场回到180几 但是不能够组组 但是不能够维持在这个价位 就一直一路跌破170到160 今天收盘到162 同你这个Twitter也是跟它同性质的 也是受到了影响 因为他们这两家公司都受到美国政府要加强监管的问题 再过来是Netflix Netflix的波动性非常的大 虽然说在上一季度的季度报告之中 也是由于新用户的增长不如预期 所以股票有一波的跌幅 但现在看起来行情好像又回来了 至于Google Google这最近的行情走势一直的不太好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受到Amazon在网络广告 就是Internet Advertisement这方面的强烈的竞争 因此呢它的股价受到影响 我个人是把这放马 这六支股票 我重点是放在Amazon Microsoft 还有Apple上面 这是我重点关注的标的股票 接下来我们要看中概股 中概股在前几个月从贸易战开打以来 一路被打压 一路被空方打压 不管它的earning 它的获利率是不是好 再加上的确有些公司它的获利率不如预期 所以这几个月来中概股的股价走势一直都很差 但是今天因为受到中美要贸易谈判的这个好消息的激励 中概股普遍是上涨 BATJ都有很好的一个行情 我们接着再看看台湾这方面 在台股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上一次的季度报告中 因为对未来的获利预期降低了 所以股票就一路跌到220元台币左右 那中间又跟着国际股市回涨 就是跌升反弹回涨到大约240元左右 在前一阵子 因为全球市占率第二名的Global Foundry 宣布说它要放弃7奈米晶元的制成 因此台积电变成了一家独霸 在7厘米制成一家是独霸 所以在这个多礼拜来 台积电一路的往上涨 涨到台币260几块 我有个朋友给他的建议是说 他在263块64块左右卖掉一些 然后今天这个股价大概跌到250几 所以他可以考虑慢慢的补回来 接下来我要跟观众朋友要预报一下 在未来的美股报信中 我们会继续除了在对一些股票 做这个股价的走势的分析之外 最主要我们要提到这些股票 他们的基本面的行情 还有他们的竞争环境 在FMGMA发码 就是放码 我们会提到 另外对于中国股票中概股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最主要是BATG 我们会有一个基本面的分析 那台湾股市也会提到 在台积电方面 还有在看一些可能有良好的基本面走势的我们也会做一个分析 另外想要跟观众朋友提说 这个节目不是要播报财经新闻 最主要是我们要从一些股票的走势 还有些基本面的财经国际经济的环境来解析 来分析给各位观众朋友听 做一个参考 还有一些股票的操作方法 我们也会提到 但是绝对不是给各位观众朋友 作为一个股票买卖 股票进出的一个建议 这点我们必须是要澄清的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期再见